回到台湾我们来关心新北市新庄的新泰医院 昨天发生一起恐怖的杀人案 是一名已婚男经理被公司女同事来指控性侵 结果女同事男朋友登门把人给痛殴打伤 这个男经理到医院看医生 但没想到对方还是追过来继续痛打他 甚至拿刀狂刺了他六刀之后逃影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杨荣 好主播新北市新庄区新泰综合医院 昨天发生了这起凶杀案 一名已婚的男经理被公司女同事指控性侵 昨夜凌晨的时候女同事的男友登门心诗问罪 将他痛殴一顿 男经理先是到属立台北医院就医 没想到昨天早上九点多 领性嫌犯不知道如何得知他在医院就医 又怒气冲冲的到医院将他痛打一顿 这个阳性男子担心再被打 立刻转院到新庄的新探综合医院 那期间呢他们两个有不断以电话商量和解条件 但不成 那昨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呢 李姓男子呢就拿带着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尖刀 到新泰综合医院呢 从楼梯走到三楼找到杨姓男子的病房后 一路内呢就把房门反锁 立刻抽出刀朝杨姓男子身上狂刺了六刀 行凶后呢立刻逃逸 那院方表示呢 院院内只有三名保全人员执勤 无法24小时在身边陪伴 而且考虑到其他病患的权益呢 建议病患可以向院方申请自己将自己的名字隐匿 不让任何访客知道自己住院 以上最终状况主播 好因为女朋友遭性侵 这个男子气到冲进医院里头捅色狼六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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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